車前往烏東基站前線巴赫姆特 商家跟教堂鐘樓化為廢墟 宛如鬼城 安靜的就像空氣跟時間都凝結了 救護車怕被俄軍鎖定也不敢鳴敵 炮彈聲忽然劃破極靜 引爆緊張的火藥桶 烏軍士兵趕緊到附近查看 擔心俄軍潛入搞破壞 他們每分每秒都得繃緊神經 因為城外的俄軍隨時可能會發起進攻 烏軍在城內部署了戰車 每一輛都是抵禦俄軍的關鍵 也是最匱乏的武器 俄軍自從拿下蘇勒達爾之後 在東線不斷加強攻勢 烏軍反攻面臨生死交官 士兵口中這句 今日烏克蘭明日波蘭正好戳中波蘭心中的隱憂 波蘭要送德制的豹二坦克給烏克蘭 德國卻遲遲不肯點頭 波蘭的海三國也有一根波蘭共組 暴二同盟 不想再等德國猶豫不決 此時德國總理消資到法國跟總統馬克宏會晤 原污的壓力如影隨形 不是比喻是真的甩不掉 好 麻吉法國真的超不給面子 直接當面宣布也要援助烏克蘭主戰坦克 似乎有些面有難色的肖子 態度依舊是魔人良可 還借勵使力把球踢給美國 但到底德國在糾結什麼 先進的波蘭坦克具備夜市設備跟精準打擊能力 實力絕對遠遠超過俄軍使用的舊蘇聯時期坦克 但若真的在烏克蘭驰骰沙場 德國人擔心這一幕恐怕喚起二戰時候 納粹坦克蹂躏歐陸的惡夢 可能會做球給普欽成為反西方宣傳的利器 乾脆要美國先來拋磚引玉 德國需要美方先援助自家的主力 M1艾布蘭坦克 與德製的鮑二坦克相比 兩者初代型號都是在一九八零年前後服役 M1具備各項的裝備都比較精密 造價比鮑二貴了百分之五十 雖然主砲都是一百二十毫米的滑糖砲 差別就在M1使用航空燃油 鮑二則是柴油引擎 燃料跟零件補給都遠遠比M1容易 美方評估也認為就算送了M1 沒有建構長期的補給線等於白送 鮑二更適合無軍使用 不過德國似乎也開始軟化 根據德媒明鏡週刊報導 德國考慮先送舊型號的鮑二A5型給烏軍 早期的鮑二主要採用高強度鋼和艦系裝甲結構 結合大青角設計 德國人在炮塔前方和兩側 安裝了巨大的歇型艦系裝甲 內部含有兩層裝甲板 這對於破甲彈和穿甲彈都能提高防禦能力 就算是舊型也具有強大的防護能力 然而德國自己也只剩下十九輛 而且很可能限制只能用於訓練 不能開上戰場 恐怕象徵意義大於實際 TVBS的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 李宗盛 請支持TVBS 李宗盛 請支持TVBS 李宗盛